大家在制作红糖饼的时候估计遇到过不少问题 比如煎红糖饼的时候会流糖出来 出锅的红糖饼凉了会变硬 这些都是制作方面的小技巧 可是还有很多人不会 待会在制作过程中我会给大家详细讲解原因 今天教大家做的这款黑芝麻红糖饼采用的是发面的方法 比不发面版本的红糖饼口感自然好了很多 当煎好的黑芝麻红糖饼外皮是酥脆的 用手掰开可以看到里面绵密的组织 咬一口香到骨子里 没有谁会不喜欢的 面点这东西很好消化 所以做早餐挺不错的 平时搭配燕麦米糊或者小米粥一起吃 既营养又美味 大家一起来学学吧 下面我给大家分享这款美味的黑芝麻红糖饼的制作方法以及制作技巧 请仔细阅读我的文章吧 首先将南瓜去皮后切片装入盘子里 用微波炉高火钉6分钟 用料理机打成泥 放凉后再用 接着将面团所需要的食材全部放入面包机里 揉成光滑的面团 揉面时加油可以让饼的口感更加松软 放凉了也不会变硬 用面包机的发酵功能将南瓜面团发酵至两倍大 扯开面团 可以看到蜂窝状即可 开始准备馅料 将30克红糖 20克花生脆 10克面粉和10克黑芝麻粉混合均匀 黑芝麻红糖馅就做好了 加入面粉可以防止红糖融化后流出来 面团上撒少许面粉 用手反复揉搓 揉成光滑的面团即可 将面团搓成长条 分成17个大小差不多的小器子 取一个小器子搓圆后按扁 用擀面棍稍微擀大一点 在面皮的中间包入黑芝麻红糖馅 像捏包子的手法那样捏紧收口 用手按扁后盖上保鲜膜 松弛10分钟 依次包好所有的饼 松弛好的饼胚 电饼当预热后刷一层油 放入松弛好的饼胚 盖上盖子 上下火小火煎一分钟后翻面 煎至饼膨胀两面上色即可出锅 一锅饼大概三分钟左右的时间能煎熟 香甜松软的黑芝麻红糖饼就做好了 诱人物